所以如果现在的船长带我们去荷兰带我们撞冰山 我们是不是要换一换船长 这个大选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需要换船长 不然的话我们会我们的船就会变成泰带内 到时候大家一起站不动站不动来去 要换船长就要通过民主选举 所以我们讲要perse 我们讲说要改革 我们需要这些各种各样 可是国阵没有新的东西 国阵只能够告诉你 每一天给你看的报纸广告 就是你喜欢谁做首相 你只是拿去哈蒂还是安华 我明天要出一张Facebook 我们没有钱打报纸广告 所以我们用Facebook来放在里面 到时候去share 然后出一张我要讲 其实接下来 拿记已经out了的 因为拿记为什么out了呢 现在所有的报告都可以确定了吧 国阵拿不到三分之二 我不要大家太高兴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全国的席位还没有赢他 我们还是输他的 我们还差个十席 目前的报告回来 我们还是 国阵还是领先可能十个席位 但是我也听到说 国阵现在每一天输两席 九天过后我们会赢啊 九天过后我们会赢啊 赢一点点不够的要赢多一点啊 拿记如果没有办法赢三分之二 我们就会出现 以前马哈迪上台的时候啊 第一个马哈迪一上台的时候 叫做2M政府嘛 马哈迪跟穆萨毕丹 2M政府 2M政府那时候的学校就3M咯 3M是 他是本来是讲听读写 不过最后3M全部在学校的3M啊 我们是3M一代的 3M一代就记得咯 最后就是3M就是 那如果 如果Najib没有赢到三分之二 但是他继续执政呢 马来西亚就会重新出现 2M政府 2M政府就是 所以 报纸广告打的 最后是什么呢 最后的选择就是 我们在选安华还是选母肥丁 那就没有了得 所以选安华或者选母肥丁又更清楚了 好啦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 在一个选举他说 报纸的广告讲他说 投给行动党的一票就是投给回教党 也不完全错啦 因为上个拜五啊 我们踩一点全部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所以时代改变了 现在投给马华一票 现在投给马华一票就是投给 这是投给极端的 武统政策的一票 明连 尝试在这几年走向中间 回教党尝试走向中间 行动党尝试走向中间 以前马来人拿到我们的文圈 看到火箭丢在地上 我在行动党 我虽然不是很老啊 但是我在行动党是从1999年开始打选战啊 以前是第一次是替邱光耀打的 这十几年来我看到很多的变化 我也经历很多的变化 以前马来人拿到行动党的东西就是丢在地上的 华人看到回教党就是散开的 今天至少在居栏在很多地方 你如果走在街上 你看明连三个党 全部是放一样的照片 我们也很庆幸这一次 我们好像比较早做工啊 比较早确定候选人 然后提名了你就看到我们的海报 那我们也有一段两个礼拜的时间 不知道国阵要派谁选 我们这一次在这里讲的是 我们是以明连来竞选 我们去到每一个演讲 我们跟马来人讲 希望马来人可以支持行动党 我们跟华人跟印度人讲 不要只是支持行动党 只是支持行动党没有用的 如果只是行动党赢的话 没有办法改朝换代的 必须支持公正党 必须支持回教党 只有行动党公正党回教党一起赢 我们才能够改朝换代 我们才能够告别腐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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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